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 我是善语 上海摊里的有钱人都走完了 太疯狂了 上海摊里的有钱人马上就要搬空了 有数据显示 上海陆陆续续有1万人带着680亿人民币移民到了国外 然而科技发达的美国和慢生活的加拿大 都不是这些人的首选 反而欧洲一些小国家却成了他们最终的归属地 就比如希腊 只要花25万 在希腊买套房就能带全家移民希腊 没有年龄语言的限制 最快6个月就能办理完成 一人申请全家三代都能够移民 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最近一份来自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 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 27%的人已经移民 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 超级富人中高达74%的移民比例 真是一个惊人的实际记录 恐怕连俄罗斯或者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也望尘莫及 还有北京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如何带着孩子移民其他国家的过程 我花了10个小时从北京移民到了加拿大 我卖掉了北京的老破小的房子 独自带着儿子来到了这里 这里不是三亚也不是希腊 这个国家是加拿大 我用卖房的钱在加拿大花了400万 买了套别墅 开启了在加拿大的全新生活 为什么我会带着儿子选择这里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友好 获取身份的途径多样 只要获得加拿大的绿卡 就能够自由往返美国 去欧洲办理签证也更容易 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很完善 可以让家里的老人来这里养老 享受当地免费医疗服务 我主要是为了儿子的教育 孩子可以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免费上学 享受加拿大的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你生活在世界上成长最快 最有朝气 并有望成为21世纪全球领袖的国家里 并且你已经非常富有 那么你一定感到幸运安心和满足 并且牢牢的依恋着这个国家吧 怎么可能还会想着逃离那个地方呢 而且还有很多有钱人组队一起逃离那个国家 这位博主得到了一位富人即将逃离中国的消息 他说又有一名知名的富豪移民海外 最近有人说 京东的创始人可能要去跟马云做邻居了 我也查了一下新闻 但是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证明这个消息是准确的 但是这两年他确实一直在套现资产 在国外旅居 现在富豪移民海外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他之前 马云就套现了430亿去日本 潘石屹夫妇给哈佛捐款将近10个亿 移民去了美国 段永平身在美国投资国内企业 在背后躺赢 这些富豪都在赚购之后移民海外 甚至还有中国富人用非法的方式 骗钱去国外移民 有个浙江的富二代卷走了53个亿 到美国 主角的名字叫陈旋林 现在37岁是浙江泰州人 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是会计专业毕业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富二代 他父亲创办了浙江中通控股 是浙江最大的汽车经销商 也是全国排名前50的经销商 这个富二代之所以骗到300个亿 并卷走50个亿 就是因为他的父辈确实是一个富豪家庭 据说给了陈旋林几千万创业 在炒股失败后 陈旋林就做了互联网P2P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模式 其实就是和北京的中职 还有深圳鼎一峰的套路一样 用高收益把人们手中的本金骗走 他给的是10%的收益 又借了一个国企北广头的名号 加上父辈的富豪家庭 成为了他骗人的资本 他从集资的300亿人民币中 卷走了53亿人民币 之后偷渡到美国跟全家团聚 自此在美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有人说中国已经迎来了第三次移民潮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凭借1000多万的移民人数 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 而在近代中国史中 中国经历了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 当时战乱四起 不少人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故土 远赴海外 短短十多年 就有超过500万人从东南口出海 这其中大部分人移民到了东南亚 第二次是在21世纪初 随着国民文化水平提高 国内涌现流学热潮 并从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移民的大门 在这期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传统移民国家 成了中国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而现在的第三次移民潮的出现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 最近一组关于中国富人阶层的调研报告 得出了一个令人既惊讶又沮丧的结论 中国银行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 在中国高净值人群 也就是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人口中14%的人已经移民海外 另有46%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 等到后者也完成了移民手续 那么每5个有钱的中国人将有3个是外国国籍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报告估计 中国的所有富人已经在海外累计投资了36万亿 相当于5.7万亿美元 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开放 政府仍然维持严格外汇与资本管制的情况下 居然有如此巨额的私人资本流向海外 这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 比这些数字更需要引起关注与深思的 是中国富人大规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 有经济学实证研究表明 国际移民的主要驱动率是国与国的收入水平差距 但是中国富人的收入和财产已经超过了移民目的国的人均 国民收入与财富水平 因此金海国际收入并非是他们移民海外的主导因素 专业机构调研与社会观察表明 驱使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项 首先是法律风险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不仅经历了持续的空前的经济繁荣 社会政治只需比改革之前 特别是文革动乱时期有显著的改善 从体来看变得更加稳定安全自由 在此之中私营经济和私人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地位 也达到了很明显的提高 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 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比较弱 政治与政策风险仍然存在 另外中国的司法独立性仍然十分欠缺 尽管一些法律条文十分详尽 但司法权力和人权的落实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 由于中国处于中共专制极权的社会 加上腐败的蔓延 中国法律经常被滥用 这让中国的富人产生了较强的不安全感 这是中国富人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案件 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 由于经济下行 很多中国地方政府已经事实破产 所以各地政府动用公权力开启了一个新型行业 远洋捕捞 远洋捕捞的意思就是 地方公安局社局捕捉那些异地的财主 冻结账户进行敲打勒索 只有将部分财产上交给地方政府才能解冻账户 辽宁省丹东市的公安局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抓捕了广东的企业 传言控股的财务负责人后威胁说 只有给了钱采访人 不给钱就送进去坐牢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愈演愈烈 但匪夷所思的是 在2020年9月1日起在中国实行的公安部 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 曾提到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传唤 拘捕、拘传、开展、勘验、检查、搜查、查封 扣押、冻结、询问等侦查活动 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办案协作请求 并在当地公安机关协助下进行 或者委托当地公安代为执行 也就是说异地公安不能在未通知当地公安的情况下 进行非法办案 明文规定的内容 却依然有公安局进行非法的执法 可见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张纸 中国富人也只是待宰的羔羊 大陆律师周小云在揭露事件内幕的时候提到 有些地方政府和公安甚至故意做局引诱企业如局 只要企业或个人账户接收了黑钱 就马上把账户资金全部冻结 这种刑事法律风险几乎无法防范 因为当你的账户收款时 你不可能也没办法核查对方资金来源是否合法 所以你明明是不知情的受害者 却被异地办案机关定行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 然后被刑事拘留 甚至被判刑 他们不仅要你的钱 还要你的自由 所以才需要舆论监督 需要律师辩护和公检法的抗争 抗争了还有希望不抗争 就这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而9月17日河南农民方俊领 实名举报信仰法院 法官王浩的事件 就跟地方政府的远央捕捞计划入出一辙 我叫方俊领 实名举报信仰法院王浩法官违法伪计 解封了被执行人西格马科技股份线公司 名下三个银行账户存款2200多万元 我们是在2013年9月1日进驻的西格马公司 承包了御龙湖的171至7号楼 从2017年12月16日竣工验收业主入住到现在已经12年了 西格马还欠我们工程款3370多万元 导致100多名农民工工资无法兑付 几十家供应商资金链断裂 而我也因此被要债的追到了家里 但是能垫付的钱早已经花完 我只能每天奔波在讨薪的路上 无奈只能起诉到信仰法院 历经了两年的艰辛 终于在2024年拿到了终审申诉判决书 原本西格马的账号都被依法冻结了 但法官王号利用职务之便 违规违法解封了西格马的账户 现在所有的资金都被转移走了 我们现在非常无助 有知情网友说在此事件中 法官王号违规解封脱欠农民工公司的 被执行人西格马公司名下 三个账户 其实就是因为西格马公司私下 向地方政府上贡后 才被放行 重新获得了2200万的存款 第二个原因是高付税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 边际税率为45% 是国际最高的个税率之一 不仅高于中国香港 新加坡也高于美国加拿大 等最受中国富人 新耐的移民国 虽然中国可避税逃税 但对不少富人来说 这并不是可靠之计 虽然平时中共政府默认 大多数企业和名人 偷税漏税的举动 可一旦到了特殊时期 比如政府没钱了 那这些都是企业和名人的把柄 随时会被中共收割 就比如今年出现的 倒查30年和紧税合作战的事件 今年年初 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被税务部门通知 要求补缴税款 其中包括上海顺号 北大医药 华林证券 连建光电等 有的还需要交质纳金 而且补缴的税越多 质纳金越高 有些企业交的高额质纳金 甚至可以直接导致企业破产 不止如此 根据中国媒体统计 超过20个省份出现了 紧税合作战中心 以打击偷税漏税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作战一词引发焦虑 连总是吹捧中共的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 都公开表示 以作战思维处理税务问题 不利于提升民营信心 上述事情的叠加加上 维维股份公司 竟然需要从30年前开始补税 导致舆论都在猜测 中国政府要倒查30年企业税款 中共政府狡辩称 税务部门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 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 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 但事实是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 这笔款项被追溯到了1994年 宁波博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月份受到当地税务的要求 补税5亿元的通知 原因是公司生产的重方金衍生品 被认定需要按照重方金缴纳税款 可并没有明文规定 重方金衍生物需要按照重方金缴纳税款 博会股份公司对此表示不认同不愿缴税 而中共政府不停变来变去的税收做法 也掀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 大家都在猜测是因为政府没钱了 才需要从这些企业中挖一些肉 来维持生计 在这个时期 中国的那些富人都会成为政府的眼中钉 所以移民到低付税率的国家 是更为安全长久的安排 第三个原因是子女教育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重视子女教育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死板僵化 聘重考试 只用分数说话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 与全面素质的培养 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流的私立寄宿学校 与高等学府的教育模式 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所以让子女享有真正一流的教育 是中国有钱父母移民的一个重要动机 第四个原因是医疗条件 其实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 与公立教育体系类似 弊端百出 如果中国低收入群体抱怨求医难看病贵的话 中国高净值人群则是 对现有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与可靠性缺乏信心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 公民可以享受真正的免费医疗的同时 那些有钱的富人还可以选择 花钱享受私人医疗资源 这大大的提升了富人及其家人的医疗水平 第五个原因是食品安全 毒奶粉地沟油 这些年年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 让人触目尽心 就连最近中秋节也没消停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 食用的月饼中含有脱氧乙酸钠 这种强防腐剂 长期使用极有可能 对人体器官和系统造成损害 再加上之前出现的油罐车装食物油事件 很难保证中国的食品界是否 还存在一些害人听闻的食品安全问题 所以高净值人群移民海外 也是为了吃的更放心 第六个原因是环境品质问题 中国高速成长的背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已经构成了对人民生命健康 与生活质量的严重威胁 相比大比例的中国富人移民 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自己国家的环境品质 前面的报告中还提到 北美是中国富人移民的首选之地 美国与加拿大占了中国富人移民去向的77% 其余的是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与香港等地 那为什么比尔盖茨、沃尔伦、巴菲特 这些美国的超级富豪不想移民 外国 看来美国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天堂 也是保护私人财富的乐土 同时也说明中国在经济规模等硬实力 日益壮大的同时 软实力却跟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但是中国异常的富人移民潮 就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规模滞留海外所产生的智力外流一样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却不是一个好征兆 中国富人中虽然也有贪官污吏 或通过非正当方式取得不易制裁的人 但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勤奋创业 正当金山而致富的 这些私人企业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 最成功的富人群体 却如汹涌潮水般一波波移民海外 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奇怪现象 全球化时代 人力资本就像金融资本一样 都可以用脚投票 具有跨境的流动性 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 都制定了一套吸引高端国际人才 吸引投资移民的 特殊政策与机制也证实这个原因 同样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力资本尤为宝贵 需要得到尊重和珍惜 但中国吸引人才留下的政策和机制不仅不完善 还大有坑富人的嫌疑 可是这些富人们的创业才华 经验与资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 如果中国的富人继续选择为祖国投资 创业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 为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税收 或者从事慈善事业 而不是大规模投资移民海外 那么中国就有望消灭贫困 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进一步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 所以如何逆转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潮 打造一个安全可靠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 营商与居住环境 把中国聪明且富有的人留下 是为政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